各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能量运动定律3-2 一开始 有关位移 路径长速度 还有加速度 讲义的第一个类题 好 那现在题目说呢 静止 的指点 从O到P 到达P的时候 一开始时刻是0 然后再转向 移动到Q 到达Q的时刻是10 然后在Q 的位置 它的顺时速度是15 那请问以下 各小题 那首先呢第一小题 求的是 位移和路径长 位移的代号Δx 然后它是0到10秒 大家问0到10秒的位移 那0到10秒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张图 它是 放大一点 它是从O 出发到P 然后再回到Q 再去到Q 然后在O的时候是时刻为0 在T等于0的时候是在O 然后T等于4的时候是在P T等于10的时候是在Q 然后它是先从O到P 再到Q 0 那可是O的位置 是X等于0 P的位置 是X等于2 Q的位置X等于-3 所以它是这样子的 好 那所以 从0到10秒 也就是0 和10秒 它是从0到-3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 1的0到10秒的位移 其实就是O到Q 那所以就是-3 减掉0 就是-3 单位4 公分 好 这就是第一小题 那第二小题呢 好 还没有 还没有路径长 这个是位移 可是它的路径长呢 把它缩小一点 路径长的话 是 所走过的 路径L 都要算 好 所以我们就要 看程式 它是先到P 再回到Q 全部的路都要算 所以就是 L的O到P 再加上P到Q 那O到P是2公分 P到Q是5公分 所以这样子的话是7 7公分 好 那再来呢 第二小题 求 平均速度 0到10秒的平均速度 那 同时也就是问 O到Q的 平均速度 那我们就把 刚刚的位移代入 O到Q的位移 去除上10秒 除上时间 那时间是 O到Q的时间 那就是10秒 所以就会是 4-3除以4 4-0.3 单位是 每秒 几公分 那 平均速率的话呢 我们代号 我们代号是写大V 大V就是速率 那一样呢 也是要 算 O到Q的 那 那直接把 我们第一小题算的 路径长 路径长 结果带进来 好 所以结果就会是 7-10 0.7 每秒 0.7公分 这就是 第二小题的 第一格 第二格 再来 平均加速度呢 加速度所看的是 速度的变化 在时间内 速度变化多少 所以它的定义是 Delta V 去除上时间 那同样的 这个 0-10秒 其实就是在问 O到Q O到Q的速度变化 再去除上 O到Q 经过的时间 就是10秒 那 后来的速度是 多少 后来的速度是 -15 这个题目有提到 原来的速度是多少 在O的时候 原来速度是0 所以最后呢 就是 -15-0 -1.5 这也要特别注意一下 它的单位 分子的单位是 速度的单位 每秒几公分 分母也是秒 所以秒出现了两次 加速度的单位是 秒平方分之公分 这就是这三题的答案 判断 作字幕 2 4 5 6 感谢观看